到底是如何 赶紧交给资深记者慧云 好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在美国上个礼拜的总统大选的 第一场电视辩论之后 拜登到底要不要选 该不该选 这就是民主党陷入的讨论之中 而且现在可以看到 尽管说是质疑的声音很多 拜登现在也是极力的来向各界保证说 他确实是有能力 当天只是状况不好 想特贼而已 所以要怎么做 可以看到拜登还有他的贺锦丽 就是副手的搭档 他们也一起来突袭 竞选团队的视讯会议 就是要来向他们的团队成员保证说 他们还是有这个能力 可以打赢这场选战的 甚至拜登也说了 他就是会选到底 那包含是说在白宫的记者会上 白宫的新闻发言人 同样也是来向各界的媒体表示说 总统拜登现在完全没有要退选的意思 但问题是说拜登的态度是这样 但是别人会幸福吗 可以看到民主党内的德州的众议员 他就开了第一枪 这一名议员叫做杜盖特 他就呼吁说拜登应该要退选 他认为说其实拜登如果真的愿意退选的话 就代表他和川普一样 他不一样不是那种自私的人 是把国家放在个人之上 所以如果说为了党 还有为了国家来考量的话 他是呼吁拜登应该要退选的 同时间路透社也表示说 他们有掌握消息 有25名的民主党的众议员 是希望拜登可以退选的 但同时拜登团队这边也有自己的操作 就是他们召集了民主党籍的州的州长们 希望有机会带他们来白宫跟拜登见个面 那么可以看到有三名的民主党的州长 包含是纽约州州长 马里兰州的州长 以及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他们在见过拜登之后 就出来向记者表示 他们认为拜登确实是有能力 来升任这个任务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出于他们自己 民主党内对于拜登这样子的滤镜 而没有办法去说服美国选民呢 因为一般的美国民众就会看到说 这个电视辩论上面 拜登表现确实很差 而且他现在是81岁 那是不是代表说 如果他真的选上了 那做完到第二任 他已经85岁了 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国家领导人吗 那么事实上 CN就进行了一项民调 是说如果现在 有7成5以上的选民认为 民主党内不管谁来选 可能都会比拜登还好 所以还要想想 因为距离美国的大选 11月5号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也来想想看 假设拜登退选的话 那么第一顺位要取代他的到底是谁 路透社指出应该就是副总统贺锦丽吧 但是惠云是不是在美国的政台 又提到了另外一位有利人士的名字 到底是谁 再把时间交给你 好 我们先来说这个退选 或是说到底要不要换人选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是一个 现在就必须要讨论的事情 因为尽管说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大概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可能这样看起来还有大半年 但是实际上如果说要完成党内的提名 还要符合各州的法律规定 所以变成可能是七八月的时候 你最后最后这个人选就要大致底定 所以如果说这样看来的话 也大概只剩一个多月的讨论时间 所以对于民主党来说 这个时间是很紧迫的 那到底要换谁呢 其实现在如果在民主党内 照理说看起来第一名应该就是拜登目前的副手贺锦丽了 因为贺锦丽其实有一批很死忠的支持者 那么甚至说在贺锦丽的部分 也有把他单拉出来做民调 如果跟川普来抗衡的话 那么贺锦丽的胜算是多少 那目前显示呢 如果是贺锦丽对决川普的话 贺锦丽会有42%的支持度 那么川普是43% 所以其实只差一个百分点 看起来还是很有胜算的 而且现在呢 尽管说贺锦丽是非常的拥护拜登 非常的忠实的支持她 但是其实她身边的一群护卫队 也已经准备好说 如果贺锦丽有这个机会当政的总统的人选的话 那么他们绝对会挺她到底 所以其实民主党内现在这个态势是非常微妙的 就是贺锦丽在维护拜登 但是同时她有一派人马是希望她可以出来选的 那另外呢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人选 包含加州州长纽森 还有以及这个另外一名密西根州的州长惠特默 还有就是其实还有一个人选 是密雪尔奥巴马 那么这几个人选当中讲起来 大家最知道的可能是密雪尔奥巴马 但是问题就是密雪尔奥巴马不出来选 那尽管说密雪尔奥巴马也被大家提到的时候是说 她是对决川普最最最有力的人选 而且呢光是说假设她要出来选 她的支持度就已经破五成了 所以密雪尔奥巴马的胜算是非常高的 但问题就是她坚持不出来选 所以现在民主党真的很头痛 非常谢谢惠云的整理 拜登会不会选到底 我们继续观察 谢谢惠云 那么继续下来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 惊险场面 今天凌晨四点多 在国道一号的领口路段 一辆连接车撞上了计程车 吓坏了当时车内的两名乘客 爬窗逃生 当时的过程加个记者礼节 有民众搭乘Uber 没想到突然这间车子突然四轮车